闽人爱茶 一片树叶创造千变万化的茶汤滋味 闽人爱花 将大自然中这抹美妙的香气记忆 采集凝结在一碗茶汤中 三月的嫩芽 八月的浮花 经数次印制 历半年而至初秋 才成就仙灵清甜的茶汤滋味 蜀网寒来 汽上一壶茉莉花茶 将每一次对花香的思念 变成一次可预定的冲锋 七月入福过后 天气酷热难耐 茉莉岛上的花农们 迎来最忙碌的世界 茉莉花喜阳 温度越高 花开越多 正午的高温 更是让花蕾中的精油浓度 达到顶峰 此时 正是采花的好时机 像这样子 变白了就可以采了 这个小小的就没到时间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摘 开掉的不行 不香了 不漆的 明江两岸茉莉香 秋水白鹿丽莎州 自两千年前 茉莉花传入福州以来 便在这里落地生根 福州地处亚热带 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 盆地中心的冲击平原为沙壤土 肥力高 水分足 昼夜温差大 使农作物生长的沃土 采摘后的茉莉花仍在呼吸 茶笼们将花垒用网袋装好 经过水路运送入各家茶厂 花垒进厂后 要迅速摊放成5到10厘米厚 除了去除异味和水分 也能帮助降温 增加氧气 促进鲜化开放 茉莉花绽放土香的最佳条件 是室温30到33度 湿度80% 因此在酷热的夏季 要达到这样的自然条件 必定要等到夜晚来临 此时 制茶匠人忙碌的一夜 才真正开始 花最主要要剪干净 智莉花就是把不好的门弄掉 就小的 花不开的弄掉 这些要不然就影响那个品质 晚上十点左右 茉莉花次第开发 微张若胡爪 开始慢慢吐露香气 茉莉花属于气质花 只有在开放时才会香 温文丰只能在这四个小时内 让茶叶吸进花香 这是时间与茶人的较量 花开就是命令 花开了我必须得住 温文丰要赶在花朵全部开放以前 完成茉莉花茶制作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印制 这是独属于花茶制作中的工艺 印制就是将花放在茶叶中 让茶坯吸收花香的过程 一层茶 一层花 叠加覆盖二十层以上 这看似简单的茶花拌盒 又有什么特别的奥妙机关 让温文丰整个夏夜 寸步不离守在花床边 就是为了花跟茶的比较均匀 均衡结合 让它香气更充分到茶里面去 这个均衡度很关键 就是说你讲我的花的 比如厚薄 太厚了 它上得太快 但太快的话 那就很容易把它花烧坏掉 那味道就变闷了 闷了 茶叶就吸收味道 就也很容易变闷掉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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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不是说花又多越好 或者越少越好 这要有一个实弹的一个度 这个度很难讲 看似静止的茶和花 内部正在发生剧烈的花学反应 温度积聚上升 花吐露香气 茶叶舒胀的毛孔 贪婪地吸收着罪人的芬芳 这个时候 控制花与茶混和时间 以及比例 就是因之成败的关键 不够后就跟喝酒一样 你没喝到污 太过了就把它喝醉了也不行 喝吐了 你就得有个平静的心在那等 不能着急 你就得在那等五个小时左右 有的快一点 高一点 然后你就闻它的一个味道 这时候气味一旦出来 你就在边上 就有一种气了 这种气一旦出来 好 到味了 你就得把它醒花通花 让它更通透点 不能闷了 因此在印制的五个小时里 茶叶必须时刻感受 花茶内部的温度 一旦温度过高 必须立刻散热降温 通气机 促进茉莉花恢复生气 继续吐香 这个步骤 茶人们称之通花 茉莉花跟茶放在一块的时候 它慢慢慢慢有水 就闷闷闷闷闷闷闷 就气整个就压住了 要到一定的程度 在挣扎过程 你这时候把握住了 让它示范一下 它瀕临死亡的时候 让它出现生机了 通花散热 再拌喝 再通化 如此反复 使得茉莉花的芳香物质 一次一次 通过水汽 缓缓渗入茶叶 将原本主导 苦味的茶多分分化 蛋白质分解为 氨基酸融入水中 转化为冰糖甜味 茶汤色泽 也从原本绿茶的嫩绿 转化为青丽的淡黄色 这是福州人 下夜里的消暑良药 然后再泡一个茉莉花茶 喝一下 这就是福州老百姓的享受 这样来来来 请幸福 你两个没有 先老汽水 然而 这绚烂漫妙的夜晚 不属于寂寞的茶人 我孩子还在睡觉 他半夜被我丢了到四五点 窗外的天空渐渐亮起 文文峰才算完成了 第一道茉莉花的印制 将茶封香 等待两天后的第二次印制 茉莉花茶的制作 通常要印制四到七次 追求品质的茶湿 甚至会印制九次之多 每多印一次 并不是单纯数量的叠加 而是使花香 一次一次地 与茶发生化学反应 轻入茶中 这就是茶人们追求的标准 花香入茶谷 关于茉莉花与茶的结合 有一句令人兴趣的形容 以花之魂 最茶之魄 作为茉莉花的灵魂伴侣 茶也绝非泛泛之辈 好花配好茶 是茉莉花茶制作中的铁绿 可是什么茶 才是印制茉莉花最好的茶呢 福州的三月 春寒料翘 日照滴滴歇歇 休养剩下了一个冬天的茶树 吐露新芽 又肥又壮 此时 茶芽中胺基酸与多分类物质非常丰富 制作的茶叶滋味鲜爽甘甜 中国茶种类繁多 傅天龙承起祖北经验 自己也逐年探索 他最喜欢用烘清绿茶来印制茉莉花茶 绿茶常见制法有两种 烘清绿茶和炒清绿茶 它们要将采摘回来的仙叶 迅速进行杀青 破坏仙叶中煤的活性 终止发酵 柔年 叶片柔泼变轻 缩消体积 在最后一道干燥方式上 烘清绿茶与炒清绿茶 两者又显著不同 这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炒清绿茶的炒意味着干炒 烘清绿茶的烘 指的就是烘龙烘焙 这一道工序 正是区别二者的关键所在 一个用这个猪笼来烘 一个用锅来炒 一直炒 把它炒成的 外表很光滑 很油润 形成条形 就楼炼完以后 它又回锅再炒 这个就楼炼完以后 直接到这个猪笼来探培 叫烘培 这个叫烘清 炒清绿茶 调缩景节 色泽绿润 冲泡后 有新鲜的蚝毛香 绿豆香 西湖龙井就是炒清绿茶 烘清绿茶调缩粗松 表面皱纹显露 香气清纯 滋味清淡 黄山茅峰就是烘清绿茶的代表 福田龙为什么没有选择 高县的炒清绿茶 而是选择了清香的烘清绿茶呢 你看啊 这个的话 这个茶叶 你看这个就是炒清的 表 外头的话看 光泽的话 有油光花亮 这种的话拿去硬花就不适合 它这个硬花西香度就不是很高 所以说基本上当绿茶来喝 这个就是烘清的了 那就最好硬花是用这种的 为什么你看很松懈 它西香程度很高 恐惧很多 所以花跟烘清喝起来 硬完花 把花的香气都吸到茶叶里面 留在里面 慢慢用水来一冲泡 喝出来就不一样 吃起来一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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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花随着波斯上传传入福州 美妙的花香便进入了闽人的嗅觉基因 乐于充当姓氏的闽人 让茶与茉莉花相遇相至 创制了茉莉花茶 使之成为在家供茶类中 最受百姓喜爱的一众 2014年 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 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 被文化部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 获封双遗产的茶种之一 这是闽人的骄傲 我们一起喝个茶 祝大家明天的花财 好 请喝茶 茶是精神的 一片茶叶激发出无数文人 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巧思 茶是文化的使者 从福建出发 跨海漂洋 一众的不仅是茶种 更有土地的芳香 家园的轻微 历时两年 深方石旧 细细体会 茶人与土地的身形厚意 致敬福建茶文化的荣耀与梦想 福建茶世界观 绿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 也是中国产量最大 应用人口最多的茶 中国生产的茶叶 约有70%是绿茶 各大茶产区几乎都有绿茶的身影 福建也不例外 只是在乌龙茶 红茶 白茶 花茶的盛名之下 福建绿茶反倒不太为人所致 福建敏东的天山地区 自唐代就生产共茶 在这个古老的茶区 至今依然出产品质优异 品种繁多的各式绿茶 清晨六点 明德阳中镇的小桥边开始热闹起来 做哪一辆车还是按昨天的顺序 中天单的彩查的做一辆 里天单的做一辆 外天单的彩查的做一辆 你们坐好在车上手抓好 注意安全 阮仪璞今天一共召集了四十名工人 准备去收获 他守望了一整年的期待 你两个早点过来了 用原来那种采法 采要好一点 那就你们慢一点 在茶上注意安全 茶上比较方 工人们终于全部到齐 他们将前往距离镇上半小时车程的地方 采至一种茶叶 当地人称那个地方为天山 天山 古称天老山 特指福建宁德西部山区一带的崇山峻陵 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的主峰就有十五座 阳中西 霍同西 双西环绕 山间的草木 可被双西蒸发而起的雾气所滋润 其地形气候正是以茶树的生长 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十多种不同种类的野生茶树 是福建现存野生茶最多的区域 今天阮仪浦挑选了几名茶工 他要带领大家前往一个需要徒步一小时的深山内采摘茶叶 当时找到原始森林里面野生老茶树 非常兴奋 生态非常好 周边几十公里 没有任何工厂 也没有任何烟 没有车 然后这里就要徒步走一个小时到这个深山 这些茶树生长年代不轻 早已经与原始森融合为一体 比起一般的茶树 它们树体高大 采摘不变 产量极少 但是品质极佳 采摘下来的鲜叶将被制作成一种名茶 天山绿茶 杀青在高温铁锅内翻炒 杀灭了各种氧化煤 组织茶叶进一步氧化 保持茶叶绿色 揉粘 在一定压力下粗揉茶叶 破坏茶叶细胞组织 同时使茶叶卷颈成条状 烘干 以木炭文火烘焙 降低茶叶水分 制成茅茶 准备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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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挑釁真的 夠 今天再查看看真漂亮 一朵一朵就是 你看都是往上翹 鴨尖都是往上翹了翹了 跟花開一樣 哇 特別香 今天茶做的好茶出來了 茶瓶很好 天山綠茶有三綠 乾茶外形翠綠 沖泡後湯色碧綠 葉底嫩綠 香膏 味濃 色脆 耐泡的天山綠茶 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 與西湖龍井 碧羅春 黃山茅峰等 共同列入全國名茶 曾在天山茶區工作多年的茶學專家周玉帆 對天山綠茶進行過系統而嚴謹的研究 天山綠茶是全國名茶 天山綠茶品質這麼好 一個是環境 一個是天山綠茶 一個是天山綠茶 這個茶樹品種 第三個是有特殊的製茶工藝 三大因素是形成天山綠茶品質特徵的關鍵 近年來令周玉帆十分憂慮的是 構成天山綠茶優質品質的核心 天山菜茶這個品種 因為種種原因逐漸消失 如今更是難以尋覓其綜藝 尋覓其綜藝 尋覓其綠茶 尋覓其綠茶 和茶核心原產地 三年前 阮一埔得知這裡的茶山荒廢已久 而山林也許還存有原生天山菜茶 這個茶葉的門外漢 便毅然承包下了季頭村的這片山林 第一次進山 望遠望去 阮一埔看不見一棵茶樹的 每天它最大的日常 就是和工人一起翻越荊棘 進山照茶 就這裡啊 就這裡啊 要弄那邊上去 看這個方呢 太久了 這個方呢 七八十年了 這茶樹不能弄的 好 來 這個頭給它整理 你看這個 這種的茶樹 年齡應該有八十 八九十年了 它這個老茶樹它就 樹幹就白掉了 有的小部分都找了一點青苔 所以它這個樹種非常好 在這樣子呢 苍天大樹底下它依然生存了 非常茂盛非常旺 所以這個 這個茶採摘出來了 它的品質就特別好 茶樹大多隐蔽在三四米高的松樹和雜藤之中 在自然優勝劣汰的法則下 能存活下來的茶樹 往往生命旺盛 品質優良 它們都屬於天山菜茶 菜茶並不是一種茶 它是指當地土生土長的野生茶樹群體種 大多為有性繁殖 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以種子繁殖的茶樹群體 在沒有人工培育茶樹品種之前 做茶用的都是菜茶 福建還存在著許多優良的茶樹種群 比如明北類群的五夷菜茶 松溪菜茶 閩東類群的坦陽菜茶 福鼎菜茶 除了有極強的適應本土的能力外 菜茶在長期的自然變異中 會生發出一些優良的品種 通俗的說 就是一對資質平常的父母親 生出了一個出類拔萃 性格鮮明的兒子 勤勞又敏銳的當地茶人 就在天山菜茶種群中 發現了一種特殊的茶 每到京哲時分春雷一響 這種茶早遭的發芽了 村民為它取名雷鳴茶 這種茶就一個特點就是很早 村里人都叫做雷鳴茶 叫做雷鳴茶 當時呢它這個茶最早就化芽 其他茶無論什麼品種的 都沒有這個茶那麼早 它當時如果這個雷春一開始以後 它慢慢就化芽了 到其他茶葉那個茶芽成長出來的時候 它已經就很 看到這個茶色它就很白了 天山菜茶曾經是這個地區的當家品種 種植面積高達85% 隨著新品種的引入和外出人口的增多 原生茶樹種在此地的栽種面積下降到12% 那這種茶後來就 就不多了 我們耕著的土地上留下來的還有部分 我們自己 我們茶農 我們這個村裡面我們茶農自己用的 適應的還是用這個茶 雷鳴茶屬於天山菜茶中的特造芽種 清折前後就割菜枝 早清明屬於早芽種 在清明前後菜枝 不知春是散布在天山菜茶中的池芽種 立下左右才採摘 品種不一種類繁多 構建了天山綠茶豐富多元的口感 為了恢復天山綠茶的盛名 更為了留存住此地豐厚的茶滋味 軟衣譜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發掘並保護原種茶樹 與開荒新種茶樹相比 整理老茶樹更為辛苦 開路 除草 砍出雜木 原地腐爛植物變成有機肥 整理一片老茶樹 至少需要七八個環節 三年時間 軟衣譜在這片山林中 整理出將近四萬棵老茶樹 茶樹重新吸收到了 充足的陽光與陽分 長勢更為良好 回頭過來 人家品嘗 喝來喝去還是最原始的菜茶 原種的菜茶味道還是獨特的 還是原來這個祖輩祖先喝的東西 大家還是回味認可 福建素有茶樹品種王國之稱 天山菜茶起源於一萬多年前 其在天山茶脈世代繁衍 代代茶人發現茶樹 栽培茶樹 選育茶樹 與茶相處了三千年的這塊土地 將珍惜原產於這裏的每一棵茶樹